T型的基地总容积量它是392 2017年时任都发局长林周明 面对议员应小微 直询金华城容积态度坚定 七年后客吻者身陷金华城弊案 林周明恐怕掌握关键证据 其实都有上过内签 也都有跟市长报告 议员爆料连政署找过林周明 而林周明也在政论节目上自爆 说曾用备忘录上签市长 更多次在成会公开提醒 入召应小微直询放水 经华城容积 市府恐怕必须负土利法律责任 同时他也把矛头指向日前 卷入客吻者政治现金案的 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宗 痛批这件事情 不要把政治两个字 放在今天的会议里面 这个是公共安全 林周明指控2018年 担任柯文哲市长办公室主任的李文宗 强行干涉大据弹案审议 甚至更改会议记录 对他咆哮要求辞职 不过北市政风处表示 李文宗尚无具体违法令 或使远雄屠得任何未来实质 可其利益 认为他未构成土利最嫌 而且我看他的资历还蛮有趣的 2014年林周明获邀出任柯市府 都发局长两人曾是好战友 但随柯文哲表态 大巨蛋就是要盖 卡丹派的林周明 2018年黯然下台 没想到六年后的今天 柯文哲卷入金华城弊案 林周明种种发言 难免引发联想 林周明局长有很多很多的言论 或者是他的论调 其实都是冷饭热潮 柯文哲恐怕没料到 两人过往恩仇录 在这关键时刻被翻出 可能成为检方寻觅的那块评图 TVBS新闻无垢安全 您台北通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